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跑步玩人生 其实我们这一次录音的时候 刚刚好跑完这个封城马拉松 然后我们有一些些来宾 他们说他们在跑的时候 都会有人跑去跟他们打招呼说 我是听了跑步玩人生 比如说他想要去认识小莲 或者是认识我医师 然后就觉得说还蛮开心的 然后我每一集要找来宾 都会有一点点煞费苦心 然后为什么煞费苦心呢 因为我们这位奔小莲呢 好像几乎每一个人他都认识 他说每一个声音他都很熟 我这一次就找来一个保证 小莲不认识 大家也都不认识的人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工程师跟小秘书那集里面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说 我有个好朋友 然后她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她就在今年要跑泰鲁哥马拉松 那我今天就把她给找来了 这个人叫做方小V 小V好 大家好 我叫方小V 其实方小V的本名叫方立文 然后因为她的英文名字叫VV 然后她在网路上其实活跃很久了 然后我们大家都习惯叫她小V这样子 所以我想我的声音应该对很多跑者广场 或者是资深跑者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声音吧 对全然陌生 可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找小V来 因为我之前常跟人家讲说 如果我要找来上节目 我身边当然有一些不乏平常在跑个三公里 五公里或十公里的 那我通常都说我希望是有跑马拉松的 小V是我原本在心里头盘算很久 有说等她跑完泰马之后我再要找她上节目 但是我现在改变了 我迫不及待要找她来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小V 我觉得小V这样子的女孩子 然后应该会有很多的人会跟她一样 那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说 你为什么会想要抱泰马 而且我觉得最最夸张的是 小V连半马都没跑过 是的 我最常只跑过富邦马拉松的9K而已 然后我就非常的大胆地抱了泰鲁格的42全马 泰鲁格我还不敢跑全马 那你到底是什么冲动之下来抱这个的 其实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是抱着好玩的兴致 因为其实我有一群朋友 那都是 大家都是在网路上 或者是在Poolown Plurker 或者是部落格上认识的朋友 那他们都非常喜欢到处的玩 然后而且也很喜欢运动 那去年那时候 他们有一群人 突然间就开始爱上了跑步 然后也开始跑马拉松 半马 然后一直到去年的泰鲁格 他们都抱了全马 那我去年也参加了 但是我是参加5K的 那我的工作是他们的随队经理 对随队经理 在终点帮他们拍回来的照片 那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激动到自己 都快要掉眼泪了 小B的哭点很低 对哭点很低 那反而他们好像都 没有什么感觉 就这样跑完了 那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 我希望我有一天 能够也来参加马拉松 我要插嘴哦 因为小B他有一次 就突然跑到我家来 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一次 这个泰马的这个经过 他说他一个人很兴奋 因为小B是个嗨咖 对非常嗨的 他就在那个泰鲁格里面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你说你前前后后加起来 其实你觉得 你也跑了一场半嘛 对我其实大概跑了18K左右 对然后我就跟小B说 那你这样子 你可以跑 我记不记不记我 一直跟你说叫你要来跑 对有那时候 小鱼也是说我可以跑 但是因为为什么 我不会想要去尝试 原因是其实说实话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 对 我觉得跑步非常无聊 因为我很怕无聊 我刚刚提到我是嗨咖 所以我会觉得跑步很无聊 那即使有半跑 嗯好像想象中也觉得 应该还是很无聊吧 那今年 但是今年 我的去年那些泰鲁格的 拳马的朋友 今年他们都去参加 那爸妈 然后松了 那几个人有谁 刚好我也认识 小B讲的那几个人 好像有一个叫奥古啊 奥古 还有我们一个跑得非常 身材变得很 非常棒的女生 也是女生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碰 对 男生 然后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这几个人 其实有好几个我也认识 因为刚刚小B讲过 我们都是在部落格上面 以文会友的朋友 所以我们这票人跟马拉松 就是跑着广场 或者是马场上面那些人 都不太一样 大家都是很爱玩 那我为什么要找小B 来上这个节目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突然发现 其实这个跑步的人口 真的越来越多 我也觉得 对 你看他们 你们这票人 最早最早最早 结缘其实是美食 对 我们一开始 大家都是因为爱吃 才认识的 然后美食之后 有一段时间 你又防风了什么 戳戳乐啊 什么羊毛 对 有一些手工艺啊 然后烘培 对 然后后来 骑脚踏车 他们骑车 小B也是非常非常的爱 骑脚踏车 然后也很 很会骑 然后之后 不好啦 因为我们的目的都是以那个吃喝玩乐为目的 对 然后我看到小B是今年对不对 你还跑去冲 那个务实港 冲浪 他们 也是一样同样这群人去比赛 那我也是随队经理 对 然后就是我看到的这一票人突然之间 他们就 后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去爬山 对对对 那爬山之后 从大概这一年多开始 他们突然就跑起步来了 开始跑步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孤单哦 因为他们都去跑步 然后我真的不喜欢跑步 我比较喜欢的是爬山 因为我可以看植物 但是 嗯 那时候我也不能体会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跑步 那一直到我今年那时候为什么 对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我会抱 呃 拳马 其实事实上我认为我应该要抱半马才对 那会抱拳马是 有一个朋友说 呃 就是那个Pone 他就有提到说 呃 就把他当作去玩嘛 那如果真的跑不动了 呃 就上支援车咯 所以那时候说实话 我的心态是 真的只是想要来玩 但是呢 为什么 报名之后 我就真的开始认真跑步 啊 应该就是小鱼害的 哈哈哈哈 因为 又开始大笑了 对 因为那时候 呃 小鱼 呃 在我报了名之后 那其实我只是想说好 干嘛开始练 可是我只是想说 希望 我在终点的时候 不要死得很惨 或者是说 我希望我 我不要跑到八小时 再结束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我只是想说 啊 先开始练练看 结果后来有一天 跑完回家 看到小鱼 在Plug上面 有提到说 哎 今天整节目很适合我哦 然后我就快去听了 就原来那天 就是呃 跑步拔 跑步拔人生的 第十集榴莲 第十集榴莲 榴莲那一集 那那一集真的 非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收获 嗯 因为他 原来有人也是跟我一样 哎 一开始呃 只有跑过10k 对榴莲也是完全没有跑过 对 然后后来他就报了 42全马了 对 那那一集节目里面 我觉得不只是他 呃 提到他的那个分 呃 他的那个 新 那个分享的部分 还有他把很多 他说我事前准备工作 我在这个 这么短的两三个月内 我应该要怎么 呃 朝向这个42k的目标 这个准备工作 我觉得他有 呃 分享了蛮多东西 我那时候还边听 边做了笔记 做笔记 对 然后听完之后 我就真的开始 有开始 稍微做一点点的规划 希望我在这两个月内 能够 跑到什么样的程度 不过我还是瞎跑啦 那时候 不过我这 我知道小V 从听了榴莲的之后 他说他每一次 练跑完回来 他都会把他的心情 然后写下来 对 然后刚刚我们在节目 开始之前 我跟小军说 哇 我今天是唯一一个 完全没有做功课 为什么 因为我找不到小V 任何关于跑步的文章 对啊 但是 但是我还是要讲 因为小V找来 为什么我突然之间 就决定提前把他找来 因为大概是在 这个礼拜 还是上个礼拜 我突然看到 我是一个很少上扑浪的人 我是偶尔才会上去 比如说当我想念小V 我想看小V在干嘛 我就会跑去看他 然后我就看到他 铺了一个铺 哇 那个大概有 快要一百个人回应 对没错 他说 今天的亚瑟士 马拉松训练营 收获很大 对 然后就很多人 就想要去听 我也告诉小V说 我很想听 然后我后来就灵机一动 我相信 因为这个马拉松训练营 坦白讲 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自己 土法练钢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 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 然后我完全孤单的 一个人去跑 然后不满你说 今年我看到这个亚瑟士 我也想去报名 可是他好像是秒杀 对不对 很快 马上就报完了 所以我们也是 我们还有朋友 我们还有其他朋友 因为台北的场 报不到 还跑冲去台中参加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叫小V先来 然后我请小V 我今天就是找小V来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像小V这样子的 很讨厌跑步的女生 然后呢 她这么爱玩 她是个嗨咖 但是我觉得 抱着爱玩的心态 来跑步也很好 可是她开始认真 然后她也在中间 找到乐趣 然后我想要 让更多的像小V这样的人 就说你可能心 有一点点痒痒的 然后你也许在想说 跑步这么无聊的事情 可是其实小V找到乐趣 这是第一个 我希望有很多 跟小V一样这样的人 然后可以进来 我希望吸收 开发更多的新的族群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想要小V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亚瑟士马拉松训练营 好啊没问题 其实这个 我们也不是要帮亚瑟士 打广告了 这里面有许基森 许基森老师 其实就我了解 他们去年就有办第一次了 那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那几个 那几个朋友 他们其实去年都有参加过了 那今年我们又一起报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嘛 那他的整个课程里面 大概是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先让我们了解 我们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 我们的足形 我们的脚型 还有我们的脚适合什么样的跑鞋 才让你比较不会受伤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接触到的知识 因为可能对很多资深跑者来讲的话 他可能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他们可能很了解自己的 自己的脚的状况 还有自己跑步的知识 他们已经很了解 但是对我来讲 我完全不晓得 那前几天那时候我们有 好像你量出来的脚是很奇特 很奇怪 对就是 又宽又小 对然后 站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 有点内翻 可是跑的时候又有点外翻 为什么 对所以 不过 做了那个测试之后 这个测试是我们另外去亚瑟斯做测试的 那可是这样子也让我了解到 我自己的脚型 其实 以前的人像你们可能过去 就像小鱼刚刚提到 大家是涂法练钢 一双鞋子买了就跑了 而且 通常买就是买自己喜欢 觉得外型好看就好了 那 会稍微挑一下 当然不可能是说 挑一般的鞋子 我们会去找那个慢跑鞋 但是因为我自己 就是在跑了两个月下来之后 我开始有感受到我自己 脚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了 那我 你有起水泡过吗 我也起水泡 然后也会 就是常常会有 常常每天都有不同的状况发生 那所以我在想说 可能也许是 也许真的是鞋子不适合我 或什么的 那上了课之后 我就发现 哦 这样子我终于知道我的脚型 应该应该去买什么样的鞋子 然后可以保护我自己 那第二个部分 他们 课程的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收获 其实就是运动伤害的部分 因为刚开始我提到 因为我 刚开始 虽然有这些跑步的朋友 可是其实 因为我以前不爱跑步嘛 所以他们以前 有啾啾说要去跑步什么 跑步的 Running Club的活动 我都不想去 所以我根本不晓得怎么热身 也不晓得怎么做缓和运动 所以我也是 就一开始就 很动一动就开始乱跑了 那 那个老师他上了 他上了课的内容 就是提到 怎么样去避免这些运动伤害 在运动前怎么做按摩 运动后怎么做舒缓的 按摩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 也给我很大的收获 所以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小V讲这个 就是很多人在讲说 哎呀跑步会上膝盖 跑步会上膝盖 其实 其实比起很多的运动来讲 你说骑脚踏车 其实他快标速 标起来的时候 他的危险性比跑步还高 你只要做好这个 前面的这个暖身 热身 还有后面的伸展 他其实对你整个身体 其实是有保护的 对 所以我后来也是 因为以前刚开始也是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一个 多年前曾经有很麻烦的毛病 就是冰骨软化症 其实就有点像退化性关节炎了 所以我还很年轻啦 但是就是医生有说 其实我这样子 对我建议跟我讲过 你不能跑步 对 那我以前是有时候蹲下去 我就可能就站不起来了 那后来看医生也是说 我可能运动都要很小心 所以他比较建议我就是 游泳跟骑单车 是就是拉转速的单车 然后去练我大腿肌肉 那他就没有建议我跑步 所以 可是我这几年因为爬山 还有运动的关系 我的这个冰骨软化症的问题 已经减换很多 所以也没有这个问题 那刚开始要跑步的时候 其实我也很怕 会不会又把我这个旧毛病 又压开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上了那个课 老师有跟我们讲的一些 按摩的东西 按摩的 怎么按摩 然后还有怎么做暖身 那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减缓我很多的运动伤害 也会让我比较安心去跑步 可以开心的去跑步 其实如果说你是喜欢爬山 你应该知道我就是为了爬山才去跑步 所以跑步其实是你所有锻炼任何身体 所以说的一个基础 那你跑步了之后你去爬山 我相信你就不会那么的辛苦了 整个那个肌耐力的训练 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我们这个训练营的第三个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那部分就是许继生教练教我们的 怎么去训练我们的核心肌群 跟我们的肌耐力的部分 那它藉由一些实际的操作 尖歇还有一些动作 让我们学怎么样去训练肌耐力 所以那一天课程回家 晚上或者隔天 大家开始就是我们有一起上课的同学 就开始哀哀叫 因为平常你没有使用到的那个肌肉群 就会开始有一些反应 就开始酸痛了 原来是这样 小V这样讲我想起来 我有看到他有一个扑浪 然后就说什么 他反应比人家还慢 然后什么肌骨好像后来才开始酸痛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听小V说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